乡下人的悲歌前言,正如大多数小孩子一样,我的名字是J,D万斯,我觉得我应该坦诚地讲一下,我认为读者们此时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有些荒唐,封面上说这是一本回忆录,但我才31岁,而且还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,至少还没有那种,值得一位陌生的读者花钱来读的成就,我所做过的最棒的是,至少是名义上的。 就是从伊鲁法学院毕业,这是我13岁时连想都不敢想的,但是伊鲁法学院,每年都有大约200名的毕业生,而且我相信,读者们也不会想去阅读,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人生,我不是参议员,没当过哪个州的州长,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,我并没有创立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,也没建立改变世界的非盈利组织, 我仅有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,一段幸福的婚姻,一个舒适的家,还有两只可爱的狗,因此我之所以写这本书,并不是因为,我取得了什么不平凡的成就,而是因为我做的事虽然非常平凡,但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。 好,你们要知道,我的童年很穷困,生活在铁锈地带,罗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,从我记事时开始,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,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,至于我家的情况。 用为往一点的说法是,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,他们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独隐作斗争,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,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,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,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,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暗淡,我们当中信仰的那些,可以不用轮,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, 而那些不幸的,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。我的家乡小镇,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,我曾是那些浅景暗淡的孩子之一,我差点因为学习太差而从高中辍学,也差点屈服于身边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愤怒与怨恨。 现在人们看到我时,看到我的工作,和长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时,都会以为我是什么天才,认为只有特别出众的人,才会走到我今天这一步,尽管我对这些人毫无恶意,但恕我之言,这种理论其实是一派胡言,就算我有什么天分,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,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, 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,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,我想让人们知道,那种对自己濒临放弃,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,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放弃自己,我想让人们了解,穷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,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,会对穷人家的孩子,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,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, 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,此外,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,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,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,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论魔,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, 在我的故事背景中,有一个关于种族的问题需要解释一下,在美国这个种族意识很强的社会中,我们的词汇,往往局限于人们皮肤的颜色,黑人亚洲人和白种人特权这些宽,犯的分类有时会有用,但想了解我的故事的话,还得分得更细一点,我虽然是白人,但不会把自己等同于美国东北部,信奉新教的暗格鲁撒克逊, 以白人与之相反,我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中,那些没有大许文凭的,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当中的议员,对于这个人群而言,贫穷是家庭的传统,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卢工,然后又曾当过电农煤矿工人,在较近的年代里,又当上了机械工和工厂工人,在美国人的称呼中,他们是乡下人乡巴佬或者是白色垃圾, 而与我来说,他们是邻居朋友和家人,苏格兰爱尔兰裔,是美国特色最为鲜明的群体之一,一位观察者曾记录到走遍美国各地,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,一直令我感到震惊, 他们是美国最为持久稳固,变化最少的亚文化群,当几乎到处都是对传统的全盘并齐时,他们的家庭结构,宗教与政治,还有社会生活仍然保持不变,对传统文化的信奉,带来了许多好的特性,高度的忠诚感,以及对家庭和国家的狂热奉献,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特性,我们不喜欢外来者,或者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,不管不一样的是样貌行为,或是说话的方式,而说话方式尤为重要,想要理解我的故事,你首先必须得了解,我骨子里是一名苏格兰爱尔兰乡下人,如果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,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,当18世纪的第一批苏格兰, 阿尔兰移民来到新大陆时,他们就北阿,巴拉奇亚山脉所深深吸引住的,这一地区固然广袤,从南方的亚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,一直延伸到北方的纽约州一部,但大阿巴拉奇亚山区的文化,却非常有凝聚力,我的家庭来自肯塔奇州东部山区,我们自称为乡下人,虽然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,但定居在亚拉巴马州的小汉客, 威廉姆斯,在他那首乡村白人歌曲Country by Conservative,终于把自己视作一名乡下人,而当大阿巴拉奇亚山区有支持民主党,转而支持共和党时,他们,重新定义了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政治, 但是大阿,巴拉奇亚山区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命运,看起来却最为暗淡,从低社会流动性到贫穷,再到离婚和吸毒,我的家乡成了苦难的中心,因此,逃不意外,我们是一个悲观的群体, 但令人吃惊的,事据调查显示,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,拉美伊移民当中,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,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, 美国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种族,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,虽然真实情况中,可能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,但现实是,相较于许多其他群体,像我这样的寒门对未来更为悲观,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,这种现象就说明,肯定是金钱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,确实如此, 我们从未如此地脱离社会,而我们,还将这种孤立传递给我们的孩子,我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,越来越多地围绕教堂,更多地依赖情绪化的修辞,而不是那种可以帮助贫苦孩子进步的,必要社会支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,退出了体力劳动大军,还有许多人,没有为了更好的机会而搬迁,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性, 带来了特有的男性危机,这种危机使得我们的男性形成了某些劣根系,难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,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,总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解释,距离地,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,但你把本末给倒置了, 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,结婚率在降低,幸福感也在下降,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下降了,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,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。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,当时的我拼命想相信这种观点,他听起来很有道,例,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,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。 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,白人工人阶级,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,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,但那一些艰难的经历也可以是一位老师,这位老师教给了我一点,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,有其偏颇之处,几年之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,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, 以便攒钱搬到康涅迪格州的纽黑文市,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,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,地砖特别重,每一块重三到五磅不等,而一箱通常装有八到十二块,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活板上,为运走做准备,这份工作虽不轻松,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,而我正需要用钱, 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,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,这家公司有差不多十二名雇员,其中大多数,都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, 有位同事同时干这两份全职工作,但并不是因为迫不得已,他在地砖分销公司的这第二份工作,使得他可以追寻自己开飞机的梦想, 一小时13美元,对我家乡的单身汉来说不算是小情啊,以前,不错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,而且地砖公司还有稳定的加薪, 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,在那家公司干过几年的员工,一小时至少能挣16美元,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, 这比哪怕一个家庭的贫困线都高出不少,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, 但管理者发现,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,很难找到长期员工,在我离开之前,仓库共有三名员工, 虽然我当时只有26岁,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,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博, 他在我之前几个月,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,他当时19岁,有一个怀孕的女友, 经理非常体贴地,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, 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,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, 而且从不预先通知,而他则是长期迟到,不仅如此,他每天还要上三到四次厕所, 离去就是半小时以上,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,以至于我在那的工作结束之前, 我和另一名员工发明了一种游戏,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,我们会盯上计时器, 然后每个重要的里程碑,都会在仓库两端互相喊叫,35分钟吧,45分钟啦,一小时啦, 最终鲍博也被解雇了,被解雇时,他对着经理怒斥道,你怎么能这样对我, 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?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, 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,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, 其中还有鲍博的表哥,讨论机会平等时,这样的势力不可忽视, 那些或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,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经济的下滑, 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,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, 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,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, 却有此理,这些事情也是我所担心的,但这本书是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问题, 当工业经济向难移的时候,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? 这本书讲的是在不利的条件下,人们是如何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的, 讲的是现在的美国文化,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, 而不是抵御腐败,我当年在地砖仓库所看到的问题, 位于比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更深的层面, 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,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, 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, 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,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, 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, 更令人不安的是,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, 他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, 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, 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, 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这种现象, 与现代美国的经济格局格格不入需要指出的是, 虽然我在这本书里面关注的是我认识的这类人, 及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, 但我并不是说,我们这类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,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因为, 白种人比黑种人或其他任何人种, 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, 这就是说,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摘下种族的有色眼镜, 来从中感受阶层和家庭, 是如何对穷人造成影响的, 对于许多分析家来说, 一听到福利女王, 脑海里就会浮现出, 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, 懒惰的黑人母亲, 这一有施工允的形象, 这本书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, 我的论据与这种形象并无关系, 我认识一些福利女王, 有些还是我的邻居, 但都是白人, 这本书并不是一项学术研究, 前几年, 威廉姆朱利叶斯维尔逊扎尔斯木雷, 罗伯特帕特南和拉吉切笛, 都曾发表引人瞩目, 研究出色的著作, 其中显示, 上想社会流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衰退, 且在没有真正恢复, 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的遭遇更糟, 那些我曾在生活中目睹的现象, 其实存在于整个社会, 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, 有些地方我不敢苟同, 但他们都已经有说服力地指出, 美国出了问题, 虽然我会运用数据, 也会借助学术研究来说明问题, 但是我的主要目的, 并不是让读者相信一个纸面上的问题, 而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, 一出声, 就被这样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,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, 这个故事离不开我生命中的一些人物, 所以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的回忆录, 而是我们整个家庭的, 这是一部一群来自阿, 巴拉西亚的寒门子弟的眼睛, 所看到的机会与向上流动的历史, 两代人之情, 我的外祖父母一贫如洗而又彼此相爱, 婚后, 在逃离身边令人窒息的贫穷的希望的驱使下, 他们搬到了北方, 他们的外孙毕业, 于世上最好的学府之一, 以上是简短说来, 以下就是详细的故事, 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, 书中的某些人是化名, 但书里面的故事都是根据我的回忆, 对我所目睹的世界的准确描述, 这里面没有复合的虚构人物, 也没有断章取义的叙事, 里面的很多细节, 我都是尽量地采用文字记录, 如成绩单手写新照片上的备注等, 但我相信, 本书的故事就像任何人的记忆一样, 不可靠确实如此, 当我请我姐姐阅读早期的稿子时, 她和我就某件事情, 发生的顺序是否搞错了, 而讨论了足足30分钟, 我最后还是保留了我的版本, 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我姐姐的记忆, 而是因为, 我认为我的脑子是如何记忆这些事件, 这个事情本身已有值得玩味的地方, 我也不敢说, 自己是一位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者, 读者将看到的每个人, 几乎都有着明显的缺点, 有的人曾试图杀人, 其中有些人还成功了, 有些人曾在身体上或精神上, 虐待自己的孩子, 许多人曾滥用药物, 但是我爱着这些人, 甚至那些我平时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智, 避而不谈的人, 如果你读了这本书, 认为我的生命中有的人是坏人, 那么我要说声对不起, 既说给读者, 也说给那些因为我的描述, 而成为读者眼中坏人的那些人, 因为这本书中本没有什么恶人, 有的只是一群寒门的乌合之众, 他们一直在挣扎着前行, 感谢上帝, 他们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, 还为了我, 倒如大多数小孩子一样, 我小时候也记下了自己家的地址, 以防哪天走失的时候, 我就可以告诉一个成年人, 好了,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, 预知后事如何, 且听下回分解。